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次了 小花花又被我抓到了 我們不是要做陷阱嗎 你怎麼要爬樹啊 今天拜訪排灣族厲害的陷阱達人 我又學會了什麼樣的獵人智慧呢 那個用石頭給它吊起來 裝石頭喔 對 我們現在就利用 它吊下來的很快的速度 然後把這個陷阱 拉起來 那動物 就算它再敏接 也快不過我們人類啦 哇 抓到了 你看 而現今除了抓獵物 到底其中又蕴含了什麼樣有趣的科學原理呢 這個定滑輪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會有省力的那個作用 定滑輪不會 定滑輪它只能改變力的方向 對 今天我們來到了宜蘭縣大同鄉的輪皮部落 這裡從前被稱為 也就是狩獵之地的意思 而現在輪皮部落裡 更是居住了許多優秀的 泰雅族小獵人喔 現在我們就跟著大同國小的一群小小獵人 一起玩科學囉 好 好香喔 太陽用了 那麼這個就是石頭 你們在做什麼 在研究啊 研究 不過我們還不會 陷阱對不對 對 研究 今天的科學小尖兵是 宜蘭縣大同國小 一群活潑好動的勇敢小獵人 我這樣看一下你們做的這個陷阱 欸 少很多東西耶 機關那個都卡榫都插不進去 還要做陷阱喔 今天爛了沒有用 所以這個不能怪別人 只能怪自己 是我們自己沒有選好土場地 沒有關係 不過你們的精神可嘉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我們在台東呢 有認識一個非常厲害的達人 陷阱超強 想不想去學一下 想 好那現在呢 跟我來去台東看非常會製作陷阱的達人 好不好 好 GO 幹嘛 你在幹嘛 來來來 太危險了下來下來 下來下來 我在放匣子啦 黃俊明 你等一下幫我爬 好我等一下幫你爬 好好好 可是你先抓我一下好嗎 我上不去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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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爬到這上面嗎 所以你 你給他把這個 跨過那個 兩個阿阿的那個地方 阿阿的地方 先交給我 好 這個因為這個速感太細喔 做我來用就好 你在下面 好不好 知道我一下 阿阿的地方嘛 對對對 幫我抓一下褲子 這樣嗎 對對對 給他跨過去 為什麼要用下去啊 我們等一下給他 那個 用石頭給他釣起來 蛤 裝石頭喔 對對對 那個阿阿的地方 我們現在給他當作那個滑輪 有沒有 喔 滑輪啊 對對對 為什麼要放在阿阿的地方 他就不會偏向左右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 用石頭釣起來 釣石頭喔 對啊 釣石頭的話 他 比較不容易 彈性疲乏 一般以前都是用樹枝 要不然用竹子嘛 對對 竹子容易彈性疲乏 因為他有石效性 對對他有石效性 我們現在開始架設好不好 嗯 好 要用石頭做陷阱 首先當然就是挑石頭的智慧啦 不過真奇怪 達人不挑大的石頭 用小石頭做的原因是什麼呢 用大石頭不是可以抓到 大一點的山豬嗎 他這個跟抓動物沒關係 如果我們這個鋼熟 稍微粗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用 大一點的石頭 嗯 他石頭越大 他的速度越快 那他捕獲的機率是比較高 比較高 我們現在因為是 用這個棉線 嗯 那一般如果你這個陷阱 是用鋼熟的話 我們當然用這個越大越好啊 如果你認為齁 他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嗯 我們可以拿一般的那個竹子 街山上都有帶這個東西 嗯 用釘子 釘在那個地方 釘在那個阿阿的地方 然後把那個繩索 用這樣的眼裡 有沒有這樣的眼裡 有沒有看到 滑輪 老人家真的很聰明耶 懂得就地取材 就做成一個實用的釘滑輪囉 釘滑輪的功能 是改變力的方向 要移動中物時 可利用釘滑輪 將施力方向轉變為 容易出力的方向 使用釘滑輪時 手拉動的距離 等於物體上升的距離 既不能省力 也不會更費力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嗯 來給它架設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達人先在地上 打入一根木樁後 在小竹片上設置一個活結 再將竹片卡入木樁上的小溝槽 利用石頭的重量 維持陷阱平衡 把那個石頭放下來 好 放下來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泰亞族語 陷阱 人愛 台灣族語 陷阱 人愛 這樣子的陷阱 我以前看老人家有做過 因為它這邊是有一個支點嘛 對 它這個卡榫嘛 把它卡著 所以這算是一個支點 所以這算是一個支點 然後你看 它這個是 一個套鎖 套鎖 活繩 對不對 你這邊有打一個解壓 把它套進來 這樣子 然後 這邊有一個 小溝槽 是要把它勾著的 對 它那個是預防 風吹 風吹的時候 不會漏掉 像我們那邊老人家 是專門抓松鼠 它也是有一個用竹子一樣這樣 有一個小凹槽 有 對 然後卡著一個樹幹在那邊 它只要碰到這個機關之後 整個彈開 不過我們以前是用那個 樹 那個東西比較容易彈性 彈性平法 對對 我們用石頭的話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現在陷阱已經架設完成了 不過接下來還有一樣 關係著獵物 會不會掉入陷阱的重要工作呢 我們要採附近的樹枝 來為陷阱做衛裝 並且擋住兩旁的路 讓動物經過時 不但不容易察覺 我們有架設陷阱 而且也只有 掉入陷阱這條路可以走喔 現在就只等動物走入陷阱 被活節套住 石頭一掉下來 動物就跑不掉囉 現在呢 我們的陷阱都已經做好了喔 就來看看能不能抓到獵物 那我們就來看看 能不能抓到這個獵物 那我們就抖起來 抖起來 走走走 這邊 偽裝一點 偽裝 這樣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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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應該不會看到吧 等很久喔 看我們的運氣啊 幹嘛 要看運氣啊 對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好了 有了 有山豬了 有沒有 小心 小心 踩一點點 踩一點 哇 哇 抓到了 你看 耶 這是誰 小花花 沒有錯 我就是每次被抓的 小花花 小花花真的是很可憐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在的是什麼地方 大的樹下 樹下 我們做陷阱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樹下 對不對 對 這樣子才可以做到 做好達人做的那個陷阱 一開始要先找什麼 樹 樹有什麼 阿阿阿阿的地方 阿阿這個阿阿好不好 好 就用這個阿阿 阿阿有了 還要再什麼 石頭 石頭嘛對不對 找一顆石頭 重點 好 小朋友 現在要發揮 太亞族小獵人的實力囉 剛剛看過達人製作 現在輪到我們自己操作一次 親自實驗才能發現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這也是一種科學精神喔 好 好 現在石頭綁好了 木樁也打好囉 陷阱好像就快要完成了耶 欸 你們怎麼掉的啊 拉 可以嗎 可以喔 再拉 你們都沒有發現什麼嗎 錯掉 石頭怎麼會在我這邊 小朋友 小木樁與石頭 應該架設在阿阿的不同邊 這樣阿阿在陷阱中 才能發揮定滑輪的作用 這樣子拉就對了 揚長度 對 對不對 鉗子給我 好 知道我拿這個老五鉗 這有運用科學原理你知道嗎 知道 什麼原理 槓桿原理 槓桿原理 對 使用鉗子時 我們用手握住拔筆 鉗子中固定的點是支點 我們的手到支點的距離是施力壁 支點到頂端的距離是抗力壁 由於施力壁長於抗力壁 因此 鉗子是利用槓桿原理 而省力的工具 用刀片刻一下 要用手套 哎 哎 馬來 對不對 哇 這個危險洞就要戴手套 戴上手套之後 將小竹片挖好溝槽 棉線與鋼線牢牢綁在一起 接著在棉線尾端綁好一個小圓圈 將竹片卡入挖好的凹槽裡 活節做好 陷阱就完成囉 哎唷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 一個圈圈有沒有 有 有 這個時候我們的講話音量呢 太大聲的話 小花花她就不敢走過來了 她卡住了 哎唷 太胖了 跟我們自己打掃鼓勵一下 耶 耶 耶 這邊是釣石頭 然後看上面 咻 是不是釣下去了 對 小花花是不是會釣起來了 對 這個這個 這個科學員妳 上 都不了解 都不了解 地心五地 地心引力很好 非常好 給自己掌聲鼓勵 耶 這是絕對有的 這是絕對有的 可是我們要更了解一點 那現在呢 我就來請一位 對這個釣獸陷阱 非常了解的 謝老師 謝南岳 高中物理教師 熱愛原住民文化 並從中發現有趣的科學 你看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藤 對啊 它會 速度很快有沒有 有 我們老祖宗 是不是教我們用這些 有彈力的東西 就可以把 那個陷阱 做出來 然後抓住動物嘛 好 但是像這一種呢 它也是不錯的 因為它是讓東西掉下來 然後呢 速度也很快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利用 它掉下來的 很快的這個速度呢 然後把這個陷阱 拉起來 那動物 就算它再敏捷 也快不過我們人類啦 我知道那邊是槓桿原理嘛 喔 對 那這個呢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稱為一個定滑輪 定滑輪 那如果有一個滑輪的話呢 它 就可以改變力的方向了 改變力的方向 對 當這個 動物被抓到以後呢 這個繩子就會把它往上拉 然後 石頭呢 會 往下掉 石頭往下掉 幫我把繩子往上拉 又沒有非常完美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疑問喔 這個定滑輪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會有省力的那個作用 定滑輪不會 定滑輪它只能改變力的方向 可是 不對阿老師 我在達恩那邊的時候 嗯 我這樣子直上直下這樣拉 很累 比較費力 可是我當我走到旁邊去 斜斜拉的時候 我這樣拉的時候 反而比較輕鬆耶 小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這樣呢 嗯 我們給小朋友做一個活動 他們就明白啦 真的嗎 好啊 你看我們有準備一個 好東西喔 欸 老師 這個是拉力的那個嗎 彈簧秤 彈簧秤是一個 測量拉力和重量的器材 內部放有一條彈簧 彈簧的長度 會因拉力的大小而改變 讓我們得到數據喔 實驗開始囉 接下來我們要測量陷阱 再利用樹枝 主管滑輪 還有碟字滑輪轉動時 拉動石頭所花的力氣 有什麼不同喔 我們在陷阱大石頭的另一邊 綁上一個彈簧秤 接下來依不同角度來拉動石頭 就可以測出 在不同材質的滑輪下 我們拉動石頭用了多少力喔 那現在呢 第一關就是我們的阿阿的部分 好 那就是我帶娘娘第一個來測試一下 我們直拉好不好 我們持續慢慢往下拉 快點 兩隻手可以 來 我看一下 6.5 6.5 持續往下拉的力量呢 是6.5 這個是直拉的 接下來我們測試斜拉 會有什麼不同呢 1 2 3 力量要一樣喔 走 5.5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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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橫拉喔 好不好 因為我比較高 所以 我來拉90度的 喔多少 差不多4左右 有沒有 有 4左右喔 有 4.0 4.0 K E W 數隻滑輪測試的數據 隨著兩條鋼線間夾角變大 而漸漸的變小囉 來 這是我們老人家傳統的竹滑輪 有沒有 有 這是竹子做的喔 我們就開始來測試 可以嗎 可以 加油 拉 持續 差不多 4公斤重 欸 好 差不多4公斤重 4.1公斤重 現在來換我那個斜拉 拉 4公斤重欸 欸 主管滑輪斜拉石的數據 竟然跟垂直下拉石一樣沒有改變耶 不知道橫拉石數據又會是什麼樣呢 答案揭曉囉 主管滑輪的數據維持不變 不受兩條鋼線間夾角角度改變而變化喔 現在呢 這個是真正的定滑輪了對不對 對 看到沒有錯 就在這邊拉看它的重量 緊接著我們利用同樣的實驗方法 測試鐵製滑輪的數據 得到的數據都是3.5公斤重喔 而且就跟主管滑輪一樣 鋼線在不同夾角角度下 我們拉動石頭得到的數據都是一樣的 現在實驗數據都已經出來了 快請謝老師講解一下吧 果真就像你講的 竹滑輪跟定滑輪 是真的是改變力的方向欸 對啊 可是呢 我們還是發現 竹滑輪的數值 比定滑輪的數值呢 大了一些 欸對 這是為什麼 小朋友應該都知道欸 竹滑輪的數據 比鐵製滑輪的數據大 這是因為竹滑輪中竹管與木棍的摩擦力 比鐵製滑輪內部軸心的摩擦力大 而在摩擦力較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拉動石頭需要用的力 也會比較大喔 像樹枝嘛 這個數據就不一樣了 因為呢你看這個東西是會跟著滾的對不對 對 而且表面也蠻光滑的 它呢更明顯了 它跟著會轉對不對 但是樹枝的話呢它就不會 所以這邊就有一股什麼力 摩擦力嗎 對不對 對 這是因為我們 垂直往下拉時 樹枝與鋼線的接觸面積大 滑動的摩擦力也大 而往斜下拉時 兩條鋼線之間的夾角變大了 而樹枝和鋼線間的接觸面積變小了 滑動時產生的摩擦力也就跟著變小 所以兩條鋼線間的夾角越大 滑動的摩擦力也就越小 我們拉動石頭所需要的力也就越小了 而主管滑輪及鐵製滑輪數據不變的原因 是因為滑輪隨著鋼線被拉動而轉動 因此兩條鋼線間的夾角大小 對滑輪內部的摩擦力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拉動石頭所需要的力也就沒有太大的變化了 接下來謝老師將彈簧秤放在陷阱的上方 讓我們可以測出在不同夾角角度下拉動石頭 樹枝承受了多少重量喔 一 二 三 停 靜止不動 多少 好 4.8 直拉是多少 4.8公斤重 漂亮 兩個圓圈 好 現在呢就是寫啦 好 看一下 4.5 4.5 老師對不對 4.5嘛 對啊 4.5 公斤重 好 而橫拉的數據到底又會是多少呢 3.5 好 3.5 公斤重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實驗中測出來的結果吧 在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 往下直拉時 樹枝承受的重量是4.8公斤重 而斜下拉時是4.5公斤重 橫向拉時則變成3.5公斤重 所以我們知道當兩條鋼線之間夾角度最小時 樹枝承受最重 而重量也會隨著夾角越大而越來越輕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小朋友這樣你們知道了嗎 知道了 一個老人家教了我們的釣售陷阱對不對 可是這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科學原理 對 有槓桿原理 還有什麼 花輪原理 對不對 我們知道石頭的重量 然後還可以知道獵物的重量 最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的樹幹要承載的是什麼 這兩個的重量對不對 對 如果一個樹幹它不能夠承載這些重量 那怎麼辦 換根啊 好漂亮 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是喜歡你 好不好 劉敏 你有一天一定會成為一個非常厲害的勇士 寶特瓶 楊樂多 綿線什麼的 這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用的 對不對 像我們謝老師呢 他就是把這些東西都留起來 而且他就利用這些來做一些小遊戲 那除了我們這邊的材料 如果小朋友覺得校園裡面 或者我們旁邊呢 還有什麼可用的話 盡量拿來用 以環保為優先喔 對 那這些東西呢 丟掉是垃圾 收起來 改造一下變成陷阱 就是黃金囉 今天我們不但學會了老人家傳統的陷阱製作 也在陷阱中學習了槓桿原理跟摩擦力 還有好玩使用的定滑輪 現在小朋友都學會這些知識之後 就一起動動腦 發揮想像力 製作自己專屬的創意陷阱吧 除了使用謝老師提供的環保材料之外 也不要忘記去觀察身邊還有哪些可用的素材喔 哇 定滑輪有沒有 一帶的也是一樣 定滑輪裡面是什麼 石頭 錢幣當石頭 有沒有 這個冰棒棍 就拿來當那個機關卡榫對不對 對 哇 咱們的比例就是不一樣喔 比例是用那個 我們是用那個早上 用那個樹枝的對不對 哇 不錯 你們每一個人做的樣子都有百分之百的像 現在 就要看看 咱們的 小花花 小花花 是不是可以讓你們吊起來 驗收學習成果的時間到囉 親自動手製作出結合獵人智慧及科學原理的陷阱 小朋友一定都很有成就感吧 其實啊 我們只要在生活中多用一點心 就會發現周遭隨處都是老人家的智慧 也隨處都充滿了科學喔 很簡單 謝謝 今天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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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